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七集的最后大家都应该知道那个结果了吧 就是谁跟谁结婚 谁跟谁 然后有个什么样子的小孩子这样 所以这一集其实接续在那个宇宙之后的 可以当做第八集 我觉得是可以当第八集的 但是其实在台湾 好像大家比较不一定会去看诅咒的孩子 那我自己是建议你可以去看一下 反而是我自己其实没有看那一集 但是我就直接来看这场舞台剧 那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非常非常的精彩 所以这边很推荐 那我这一集会先讲一讲 我为什么很推这一部 然后我怎么来的 我怎么为什么我 为什么我会选择要来看这一部 这样 因为其实在伦敦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然后我不推荐跟我推荐的原因 那基本上不推荐的原因就比较少啦 那就是我还是会讲一些 虽然说一定 我一定推荐大家都可以来 但是有一些原因 你可能比较concern 那你可能就比较 会可能要舍弃掉这个行程这样子 对那好 那我就直接开始讲啦 那对这集可能会爆雷 但是我不会爆那一种 让你观看体验大幅降低的东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懂 就是有些东西 其实爆雷是没有差的 这样 然后基本上你要听这一集 你至少把第一到第七集都要看完这样子 然后那个怪兽系列就没什么差 那个就是外传这样子 好那我先来讲 好就哈利波特被读的孩子 那英文会是The Cursed Child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去搜寻的话 那我建议你直接打哈利波特 然后The Cursed Child 然后可能空格London这样子 对然后这个东西我是在网路上 其实我老实说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东西 我是经过了这个戏院 我在三年前2023年 跟在2020年的时候 是我第一次来伦敦 那时候我就走了走了 然后我就看看我这个戏院 这戏院外面就贴了一个很大的哈利波特 然后上面有个鸟巢你知道吗 我想说我不知道鸟巢是什么 对但是这个鸟巢 我后来我看我还是不知道鸟巢是什么意思 然后那时候想说The Cursed Child 我想这个东西是什么 然后后来我才回台湾之后才发现说 原来有一个被诅咒的孩子这样子 因为他在台湾也没有很流行 老实说我自己也没有看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看他的小说这样子 所以我那时候就放在行商 我想说好那如果下次来说 好像可以来看一下这样子 然后这一次我就突然想起来 三年前我对我自己的这个小小的承诺 然后我就开始找票 就发现这部片其实 不要说片 这部舞台剧 从2016年就开始 就是轮演这样子 然后结果到现在都还有持续下去 我觉得蛮厉害的 因为鸟巢已经演了七年了 那他在伦敦到现在都是常常爆满 当然他没有到秒杀境界 他已经七年了 但是可能从原本的都是伦敦人 然后到后来可能有一些 可能是其他英国地区 或者是欧洲地区的人 所以我这次去的时候 虽然已经七年了 但是基本上里面 大部分还是以英国人去读 我觉得应该有占七成 那有些其他人可能是讲法文 然后讲德文等等的 那也有一些是来自这个 讲中文的也是有 对但是也是蛮少的 不过不要忘记 因为其实在全世界各地 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华人 所以在讲中文并不代表说 是什么中国人可以去玩 其实这两回事 不过这期我们不会去多琢磨这件事情 所以这一步 其实是我在很久以前看到这个牌子 看到这个戏院的门口 我还想说 我一定要来看 因为自己算是半个哈利波特 我不会跟别人讲说 我超爱哈利波特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 Jackie Rowling创造这个世界 这个宇宙我觉得非常非常强大 然后你有时候会觉得说 好像自己也希望会在那个世界 然后每次看影片 或每次看小说 你都会卡在那个情绪 或卡在这个 他给的世界观里面 很庞大 很细节的世界观 对那Jackie Rowling 很擅长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就会这样 哦天哪 如果这个是有真实世界 那多好 这样 但是这一部片呢 应该说这部舞台剧 它是呈现一个 它当然是全英文 然后不会有字幕 因为它是舞台剧 你就想象就是一堆人在上面 然后用大量大量的这个对话 然后来呈现这个细节 所以它就是一个 嗯 嗯 我不知道怎么叙述 因为我猜有很多人不知道 舞台剧是什么东西 那如果你有听过音乐剧 音乐剧的话 像大家最常知道的 什么歌剧美影 就我三年前 我一直有来看歌剧美影的 这个算是现场的 然后 那个时候 其实因为对歌剧美影的 这个 这个内容 我很熟 所以我根本闭解眼睛 我都知道他们在演什么 但是 哈利波特这就不一样 它有 大量大量的台词 而且没有音乐 基本上没有音乐 它有一些配乐 例如说动画 或什么的 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一些配乐 但基本上都是 他们人在讲话 所以 你对于这件事情 你的这个 英文的听力 可能要有一点点的基础 但是 我不会说 你一定要非常非常强 因为虽然这是伦敦 虽然他们用的是英国枪 没有错 但是 主要的人都 我觉得目前这一批 主要的演员 都不会非常非常的 音枪 非常非常的难懂 对 你不会觉得说 电弹音枪 我真的听不懂 那语速的话 我会觉得还正常 但是我可能不太准 因为 我在工作上 都被印度枪给超爆 所以我现在觉得 音枪 我觉得 很容易 因为 我们就是印度枪 比较可怕 有时候听不太懂 印度枪 所以这个可能 你的状况 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是怕这种 就是 英文好像很难的话 那我建议你可以 先把小说看完 那你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生力起庆 然后当作一场 简单的硬听 这样子 但我觉得英文的门槛 在这一部 舞台剧里面 也会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这一部 舞台剧 它非常的久 如果你觉得 阿凡达已经很久的话 我告诉你 这是两倍的阿凡达 它 我今天是从 下午一点开始看 那它分成 part one 跟part two part one的话 我从下午一点 看到了 下午三点四十分吧 对 就是大概两个半多小时 两个半小时 我们就讲两个半小时 第二part 它从 晚上六点开始 然后一直到 八点半左右 这是第二part 所以它 它分上下part 上下part 各都是两个半小时 中间只休息 二十分钟 所以它就是一个 很标准的 有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第四幕 第一第二幕 在part one 第三第四幕 在part two 这样子 所以 基本上它里面 它不准带动食物进去 它里面有一些 简单的食物 但是那食物 可能都是什么 品课 或者是一些 很简单的 饮料 这样子 所以建议大家 还是吃饱 然后来进来 那因为这间时间 时长非常的长 所以这个我也可以 帮大家带出 第二个 我觉得它的缺点 就是因为 它这个时长 很 很 很久 你从 你如果要看完part one 跟part two 基本上你要花整天 所以 也就是说 在我们观光课 要排行程的时候 你基本上有一天 你就是奉献 给了哈利波特 那不一定 每个人都觉得 这很 值得 但是 我一定要再三强调 我觉得非常的值得 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这样就是 虽然说 它要耗掉你 至少从下午一点到 可能晚上八点半 然后再加通勤什么的 所以至少 基本上就是一天 就去了 然后它的场地 没有很大 但是 我说没有很大 是它比我想象的小 因为可能我之前去的 场地都还蛮 蛮巨大 但这个 这个剧场 我觉得 应该 它的 我是坐在一楼 就是跟舞台 同一层 叫Stall STAL 那我是坐在第四排 不过第一层的话 大概应该是200人左右 那它还有二三四楼 这样子 但是 整个剧场 非常的立体 就是一个 一个给舞台剧 专用的剧场 所以它其实 我觉得设计也蛮好的 那如果你想要 一个不错的体验 我觉得你一定 一定建议你会在一楼 这样 然后 那是最沉浸的 那如果你要 你觉得说 我不太确定 我太喜不喜欢的话 那我觉得 二楼后半部跟三楼 我都觉得很不错 这样子 那为什么 我挑个二楼前半部 没有 因为我觉得 二楼前半部的 视野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你的 你可以在 你可以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 好好地看的话 我觉得一楼的前半 跟二楼的前 可能前五排 那你在那里 对 就是给大家一点 这个位置的一些 小资讯的 这一集会非常非常零碎 所以大家就简单听听看 或者是 等你哪天要去的时候 你再会听这一集 也没有问题 好 然后再来是要讲票价了 对 这就是我 原本要讲第三个缺点 好 先统合一下 第一个缺点是 它可能全英文 这全英文 对某些人是有点困难的 再来第二点是 它要花一整天 所以很麻烦 因为它 part one part two 然后总共加起来 是五个小时 有些人可能 是受不了的 第三个缺点 就是它的票价 它的票价 我在网络上看 我一边爬文的时候 有人就讲说 大概30磅到 30磅到100磅 我想说30磅到100磅 哇太便宜了吧 我随便看个张会 没坐在 为了坐在一楼 然后我还不能跳 虽然我也没有要跳 我就要花个4000多 还是5000 我忘记 就是很可怕的价格 你今天只要100 宫顶这些100磅 就是4000块 好划算 但是 我自己查票的时候 发现 都是 如果你要坐在 不错的位置 应该是说 你要坐最好的位置 因为我通常看这种东西 我就是 会直接买最好的位置 像我的 格局面影票 我是买在前三排 然后 我一定要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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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晶灯 一定要会被砸到的附近 这样子 没有到那么夸张 一定要在它下面 但是 我会想 我会想要看到 这个舞台上面的 演员的 戏副表情 那所以我会 通常都会买很不错 那这一次 我也是选了一个 蛮中间 蛮前面的位置 我花了200磅 嗯 所以 这个票价并不便宜 这个票价并不便宜 其实到后面 如果你说 如果我想做 没有那么贵的 我觉得你大概 选个100磅左右的 我觉得 会还不错 那再便宜一点的话 你可能就是 去感受一个气氛 这样子 所以 我建议大家预算 可以抓个100磅 那 因为我看过 那个CMAP 就是那个 座位图 然后 我真的会建议你 如果你要 就是很沉浸 就是我刚刚前面 讲的那些推荐 那我建议你 至少买100磅以上的票 那100磅是指说 是指 PART 1加PART 2 它这个是不分开买的 是不分开买的 所以 怎么说呢 我应该再 rephrase一下 就是 刚刚我说的 那个网络上查的票价 是30块到100磅 对不对 这个是 这是每一个PART 所以如果你买到 最好的票 大概都要200磅 原因是因为 你上下PART 都各要买一张 而且你那个位置 会在同一个位置 因为 上下PART 中间其实会有三个小时 两个小时 还是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两个半哪都要半 然后你就可以出去吃个饭 然后再回来 这样子 那回来的话 你位置还是会一样 所以说刚刚那个 那个票价是要乘2的 所以你很开心 在那个位置上面 找到说 我今天找到一个 75磅 小杰说这个票 要买到200磅才好 才行 我觉得75磅 我觉得很棒 没有 你在捷上的时候 你发现 会变成150磅 因为你一次要买两张票 你一次要买两张票 上下PART的票 所以它的价格 其实是会蛮可怕 所以我刚刚说 100磅是指 上下PART 分别是50磅左右 那所以 懂我意思吗 所以其实 会蛮贵的 会蛮贵的 加起来 至少我在这张票 上面花了 我印象都是7000块 7000块 那我是蛮少会 我算 我上次看FANTOM 也没有那么贵 那看FANTOM 应该是4000左右 就是各级Main 但是你一定会问我说 值不值得 我会跟你讲说 如果你对这个 我自己是觉得 非常非常值得 因为这个东西 对我而言 是一个完全无法取代的 一个经验 第一件事情是 哈利波特 都是在小说里面出现 在电影里面出现 但电影里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删减 或非常非常多 必须省略的东西 但是在舞台剧里面 你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细微的表情 你可以看到 他们非常非常 各种不同 想要给你看的东西 包括他可能 在同一个画面上面 有可能有6个主角 或7个主角 你可以分别看到 你想看的东西 像我可能会 特别focus在某个演员 或focus在某个角色上面 那他的表现 完全都非常非常的 到位跟真实 他真的就投入在 这个魔法世界里面 所以你可以非常非常 细部的看到 任何你想看的东西 对 然后虽然说 他当然没有像是电影 说有那么多CG 有那么多动画 但是他在这边 也可以真的也展现了很多 你真的会出乎你意料的 如果你坐稍微远一点 你完全看不出来 他怎么做的 但是在坐很前面 你就可以知道说 他大概是怎么样操作 这个舞台 让他变成 远远看 好像有点这种 魔法效果这样 所以我觉得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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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赞 所以缺点 就这三个 接下来要稍微的 讲他的优点了 然后可能会讲到一些些 小小的 小小的 这个 故事啊 知道吗 那因为这个 优点基本上就是 他实在是太沉浸了 而且我虽然没有看过 但是我看了他 我这样看了五个小说 我就知道他们要讲什么 那好看到 我会愿意回去补小说 你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你回去 你去看《目光之城》的时候 你会想看小说吗 然后你去看一些电影 小说改变电影 你会想去看小说吗 我觉得这一部 是我一定会回去看小说 他就是这么好看 他真的就是这么好看 然后他的故事架构 因为他 他的造型 基本上也都有承袭 在电影里面的造型 就是你 你不太容易会 认不出来他们 然后他们在第一个act 可能在前几分钟 说也会让一些角色出场 然后也会让你知道说 这些人是谁 那可能对于一些人 会比较苦手的点是 他们并不知道 妙丽的英文是什么 或是并不知道 魏斯里的英文是什么 等等 就是有些音译 或有些 这是翻译 可能是有些特别的 如果你要看这一部 之前你可以稍微去知道一下 每一个角色 他的英文 大概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像 像妙丽本身 就这个翻译 就就就 就非常非常的 诡异 这样子 他不是纯英译 这样 所以你可以稍微去 你可以稍微去复习 或者是说 你可以去看一下电影 然后听英文字 你就会很快的会上手 这样 因为其实大家的英文能力 没有那么差 老实说 所以你就是去看一下电影 然后 有中文字幕 然后你不需要关掉 你就是顺顺的看 你大概就会进入状况 那你要来看之前 你需不需要先复习的 我觉得一定会有人问这件事情 如果你很闲 你可以把一到七集都复习 如果你真的 普通 那我建议你把一到四集 去做复习 如果你真的太忙了 我建议你复习第四集 所以你知道排入二集是什么 就是第四集 建议要看 如果真的有很多时间 觉得我好像在重温 你就一到四 或一到七 那为什么是四呢 因为这个故事 很多的东西都是 从第四集开始去做延伸 就是火杯的考验 所以你可能会需要知道 火杯的考验的一些内容 例如说他有三观 三观都在干嘛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很多很多小故事 会从这边延伸出去 但我不觉得说 你没有看会怎么样 因为我看火杯的考验 就是火杯的考验 出来那时候 跟电影出来那时候 之后我就没有再看这个东西 但是我在看到这个 thing的时候 我在看到整个景的时候 跟整个所有的呈现之后 我还是可以想起来 那个时候 他给我的什么样子的 例如说 有那几观 然后发生什么事 他怎么样 为什么他可以在水中游泳 等等的 这些东西你可以去复习 会让你的体验加分 但是你说有没有必要 我觉得 nice to have 对 真的是就是这样 那剩下几集 你说什么五六七 那个老实说 我觉得不用 你只要知道说 谁跟谁结婚的 然后谁是谁 这样子 大概就好 接下来你就可以 当做第八集继续看 我觉得不会 体验不会差太多 这样子 我觉得有些 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包括他这个 P1跟P2 他其实 他虽然说 他切了P1和P2 然后各自有两个幕 所以就是 act 1 act 2 3 4 我觉得 这四幕都 断得非常的好 他每次断都断在那种 你根本下 你不会觉得说 好我今天看到这边就好 他每一段断完之后 你都会觉得 天哪太精彩了吧 他生到一个转折 他才断 所以我觉得 超级超级棒 就是想说 天哪 你可不可以赶快继续演 可不可以赶快继续演下一半 这样的舞 不要休息了 对不对 但是他真的很精彩 非常精彩 一定要来看 真的是一定要来看 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我刚刚突然想到 就是P1跟P2 我虽然刚刚一直讲 但是这两个part 不一定会在同一天 但我建议你安排在同一天 什么意思是 有些票 他会讲这样 是说他可能 礼拜六晚上是P1 礼拜天晚上是P2 这样就是变成 两场电影的感觉 但是舞台剧的感觉 但是我不建议你这样 因为你会看完part 1 你会非常想看part 2 所以拜托我一天看完 真的是一天看完 你真的是下下策 你才是 例如说你这次时间就是卡到 你说什么 连两天中文都有约 好啦 那你再分 但是千万不要分开 因为你会后悔的 你会心神不宁 我的话 我会觉得说 fuck 你就继续演完 这样子 所以老实说 我看完第一 我看完part 1 我就觉得说 太猛了 就是这个钱真的是很值得 而且更何况 我是花到 几乎是推到最贵 那如果你真的是 预算比较紧绷 或是你 你可能没有想要花 这么多钱在上面 你真的 真的花个什么 三四千块 就当时去看阿妹演唱会 酒恋演唱会 你会觉得说 天哪 这个真的是好看太多 真的是好看好看太多 这样就是 好 我就不去讲这件事情 就是 好 那如果你要怎么 你想要买票 想怎么买票 其实老实说 这个工作 这个在网络上 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源 都是英文 所以 如果我会 我的话 都会建议你直接去 直接去观光买票 你就打 Harry Potter The Curse Child 然后记得打London 你不打London的话 记得你进去那个官网 右上角一定可以选择国家 那不是国家 是城市 因为这一部已经在巡回了 它已经在全世界各地巡回 那我这边 我印象总好 它有在纽约 有在伦敦 有在多伦多 有在另外几个城市 我忘记 还有一个是东京 但是我就很好奇 点一下东京 因为 我就想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可以再去东京看 但是我发现 东京里面的Cast 竟然是 竟然是什么 藤原龙野 就是 这也死亡笔记本 那个 就是是日本人去演的 那我就 好险我在这边看 所以 它虽然是巡演 但是应该不是 应该就不是原皮人 这样子 我觉得你真的要看 还是要来到 产地 好不好 来到魔法的产地 直接来看 你可以感受那种 英国枪 的那种 真的是 真的是直接 喷在你脸上 那种感觉 你会觉得 很舒服 非常舒服 如果是 日本人来演 我真的不知道 那些什么 例如说 索命咒 日本人念索命咒 能听吗 对开玩笑 我觉得你今天叫 一个美国人 念索命咒 我都觉得会很难听 更加日本人 所以一定要来这边看 一定要来这边看 真的 你只要有来欧洲 就拜托飞过来看一下 我知道海关很难搞 但是 来看一下 你不会后悔的 真的是来 那就会讲回那个卖票 那在官网买票就好了 那现在很方便是 它 它其实是可以线上 直接买完刷完 然后直接拿到票 走 那如果你是 可能透过一些地方 例如说 好像有 好像有旅行社可以买吧 那你就看看旅行社 那 有些可能要现场取票 有些是email就可以取票 那我这也是email取票 取完票之后 我就可以把它 加进我的Apple Wallet 就可以直接加进那个 手机的那个 钱包这样子 然后 我进去的时候 其实我就直接给他看这个票 这样 那他其实有几关 然后第一关 就是要先 做简单安检 就是backcheck 就是要先看一下 你包包里面 就是确认你有什么 奇怪的东西 过了之后 然后他就会有人 再拿那个 扫描的 就跟过海关 就比较简单的 过海关的感觉 他就扫一下 你身上有没有 什么金属啊 这样子 像我被扫出来 是说 我的AirPods Pro 放在我的口袋里面 他就说 那你把你口袋 都拿出来这样子 然后就给他看一下 他说OK fine 然后就过去 这样 所以 没有那么麻烦 然后过进去之后 你就给他再 这个第三关 就再给他看票 我就把我的手机 放在那个 Apple Wall那一页 然后就给他 例如说part1 我就给他part1的QRcode part2的QRcode 他会是 应该是两个不一样的code 给他玩之后 你就进场了 那机场的话 就看你是哪个位置 如果你今天是 像我是做Stall 就是做这个 舞台同一层的话 那就往下走 如果你是其他层 就是二三四楼 那就是另外一个 他都很清楚的标示 所以这个倒是 蛮轻松的 那就是照指标准 那他也有一个 简单的商店 在这个进去的地方 那就可以去买一些 买些那个纪念品 而且这个商店 他会随着不同的Act 有不同的商品 很有趣 就是有些 有些Act 可能他会配合这个故事 这样子 所以这个我就不爆累 对我这一集 我知道我讲了很多 什么一直说好看 什么东西 是因为我希望大家来看 我可以大爆雷 没有问题 但是那就不好玩了 等等你要来看 这样 好 那这个就是你怎么样子 买票 怎么样入场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只能说 接下来我会讲一些 跟里面舞台 有相关的一些事情 那这些收音 虽然在新闻上面 已经有了 或者是什么的 都就是 其实你在讨论上是有的 但是我这边就稍微说一下 那其实在这次在看的时候 我先讲我的一些观察 就是 就我刚刚讲 大概有七成的 是应该是英国人 当然这次我看过去 你也知道对我来讲 有时候 欧洲人看起来都长一样 所以我只能用听的 然后就是用听的 告诉我说 这些人可能是哪一股人 那其实亚洲人还是有的 但是亚洲人 很多人都还是操着 英国枪在讲话 所以你知道 有些就是 有些就是华人这样子 那很有趣的是 我左边就做了一个华人 那我不太确定 他是哪里人 就是 我分不出来啦 我分不出来 他到底是 例如说可能是 在这边工作 还是算是来玩的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他在我旁边打瞌睡 他买了200磅的票 在我隔壁打瞌睡 我真的快气死 真的 你怎么会在这边打瞌睡呢 我就是在看这个 看这个音乐剧的时候 我就看到左边有个人在 在点头你知道吗 在点头点到我想说 Fuck 我是你后面的人 我一定在那边扒下去 就是 这么精彩 这么好看的一个东西 你怎么可以 怎么会 怎么会 睡着 怎么会睡着 而且他们 舞台剧的声音没有很小 他们讲话很大声 就是 我们那个距离是近到 我们会看得到 他们的表情 他们的皱纹以外 可能还会看到他们喷口水 就是这么的近 我想说 哇 你这样子 你都可以睡着 你算是蛮有天分的 真的是这样 我想说 你真是很有天分 反正很有趣 然后角色里面 其实 有 我这边会讲一些角色 那应该是不会打大爆雷 出场的角色 有 他有哈利 就是哈利波特的哈利 跟金妮 就是她的老婆 对不对 后来跟他们结婚了 再来是荣恩跟妙莉 那还有一些 过去的经典角色 也有出现 那可以爆雷的部分 就是 像是麦教授 像是 还有谁 恩布里局 恩布里局也有 真的很赞 我非常非常想看 恩布里局本人 但是 我只能说他们 真是诠释非常非常漂亮 他就是完全重现了 电影看到的东西 然后 更生动 该破音的 恩布里局不是很常讲话会破音吗 就破音了 然后麦教授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 然后就都破音 你就会完全想起来 他们实在太生动 不管你的哈利波特的电影 是什么时候看的 你都会觉得 fuck 就是他 所以有时候他可能连讲都没有讲说他是谁 你完全可以从他的装扮 甚至他的讲话的语调 你都会听得出来 就觉得 真的是太棒了 然后还有谁 再来就是他们的小孩们 那就是主秀 他刚刚还有一个转格马粪 主秀的部分就是马粪的儿子 马粪的儿子是 发火 我忘记他的天蝎吧 天蝎马粪 那里面叫做Scopius 应该叫Scopius 然后再来是哈利的几个小孩 那主秀 主角其实会在这个阿布斯塞弗勒斯 波特 就是阿布斯塞弗勒斯 波特 应该是这样子吧 对 然后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本身是 为了要纪念阿布斯登博利多跟塞弗勒斯 史内普 对 对 就是 Name after 他们 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 他在剧里面其实也有去探讨这个部分 就是你今天把一个人的 人民都就是命名在几个很伟大的人后面 这个人的成长会不会受很多压力 然后自己的爸爸 比如说他爸爸就是哈利波特 他自己爸爸这么这么的有名 这么的那个每个人都跟你说 你是哈利波特的儿子 哇 好厉害 有什么东西的 所以 我觉得他在剧中有非常非常多在探讨这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在这种阴影下长大 这种在剧人的阴影下面长大 或者是你是剧人的小孩的时候 然后你名字又这么多伟人 在这里面的时候 其实你压力是很大的 而且你怎么做 你都没有办法做自己 你永远都是 都是都是他的儿子 他的谁 我觉得这个很 我觉得很生动 我觉得非常非常生动 那当然有一部分也会触动到我了 但是 这种我觉得今天这一集不会探讨 但就觉得 哇 原来这个东西他有想要讲这件事情 然后里面还有非常非常多 就是议题 他真的想塞很多很多议题 包括 我觉得很多政治正确的议题 像是 妙力格安杰 这个角色 其实是用一个黑人去演 用一个黑人女性去演 那我自己是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我在出来看完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个 就有人在讨论 就有人在讨论说 哇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用黑人去演妙力 我觉得还蛮好 是一个 是一个很好突破 然后那个人还讲说 他觉得这个开始 就是 能够让黑人到这个 去当一些 主要的角色 在舞台剧 他觉得是因为 汉米尔顿 汉米尔顿的另外一部 这是另外一部舞台剧 的 的 的关系 所以的启发 所以其他的部 才敢用 这些黑人的角色 直接去演白人的角色 大家听懂吗 玫瑞格安杰白人 是一个白人的角色 他一个白到不行 虽然他是一个 他可能是个 马瓜 还是半个马瓜 我已经忘记了 就是 我真的也不是一个什么 很专业哈利迷 不过 他用一个女的 一个黑人女性 去演这个角色 一个非常 白到不行的角色 我觉得是一个 蛮有趣的 算是一个 nice try 我觉得 我不敢 我不想对这个 政治正确的这件事情 去智慧态度 但是 是个nice try 那当然还有一些 还有一个角色 像是 哈利波特的妈妈 就是Lily Porter 也是Lily Porter 就是Lily 那也是由一个 亚洲女性去演 也蛮有趣的 那其实里面 还有很多亚洲的角色 就是 但是他们 就是他们 我觉得 他们比较没有那种重要 但是 变成说有几个重要的女性 是由 这些很diversity的 族群在演 包括亚洲人 包括 黑人等等的 这个就可以留给大家看 探讨 就是这件事情好 还是坏 就是还是说 为了政治正确 而做这件事情 还是 怎么样 我觉得这很有趣 那当然里面 我个人觉得 他也塞一些 平权的问题 就是 就是 对 一些平权的问题 那这个就留给大家自己去 探讨 我觉得他里面 试图塞的东西蛮多的 包括他探讨亲情 探讨友情 甚至探讨爱情 我觉得他都有一些琢磨 那每个人我觉得 我觉得一个好的艺术就是这样 你会在里面找到各种不同的东西 你看一幅画 你会有不同的想法 你会看一部电影 你会有不同的想法 看一部舞台剧 你更有更多不同的想法 而且 你会不断的focus在 那个东西 或那个人 他给你感受 像我就会一直盯着 某几个人 然后去看他的细微的表情 到底他这个时候感受到什么 然后他是不是真的有 就是 就是我是不是感同身受 我在这里面 我是有办法找到这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舞台剧是非常强 因为 虽然说他会尽量的带你去 去 就是会有一个主题 每一个sing 每一个 每一幕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一个主要的人 这样子 就是去带剧情 但是旁边的人也 完完全全没有疏忽他们的表情 跟他们的一些细微的滋味末节这样 那当然里面也有像 荣恩也有带很多很多的 很有趣的 所以他也不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东西 其实 他有一些很简单的搞笑 或者很 就是甚至也不太需要 会英文的搞笑 就是你可以 很快的可以就是进入状况 然后 跟大家一起同乐 这样子 就同乐在这个魔法世界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酷 就是 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来看 这样子 那因为我也不太方便 抱太多的雷 但是 我只能说 我这一期的 这个男主角 都非常的好看 然后女主角 我觉得像 我先讲男主角好了 不要先讲女主角好了 女主角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演那个 金妮威斯利的 的女演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 她整个 整个气势都有出来 但是 至于是什么气势 你就直接看这个节目里面 这样子 对 然后反派啊 什么的也演得很好 就是真的是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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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反派是演到好到 就是 有些人在 谢幕 我看过网络文章 有些 在谢幕的时候 今天还会虚他们 虚这个反派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 也蛮有趣的 反正 真的是 你会一直有回忆杀的感觉 你知道吗 就是没 每几分钟 你就觉得 这是有回忆 回忆跑出来 毕竟这已经很久了 这样 然后你就觉得 天啊 好感人 我这些东西好像又 又历历在目 然后好像 虽然自己变老了 但是 他们也长大了 然后他们也跟我们 遇到一样的问题 可能也遇到了 这种 家人的问题 可能遇到自己成长的 一些问题 可能感情啊 可能不敢跟别人 告牌啊等等 这些都不是剧头 我只是随便乱举例 就是可能 可能跟某些人相处 会有些问题啊 然后可能自己 在成长的过程中 背负着什么压力 背负着谁的阴影 或者是不但去跟别人比较 这样子 那这个比较 也有很多很多的描述 包括像 马芬一家 跟哈利普特一家 那 因为在故 在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 赵哥马芬的儿子 就是天蝎马芬 是跟 阿布斯波特是朋友 他们是 他们是 best friend 这样子 所以 他们其实也会有 很多很多交流 那你在这个交流当中 你就可以 感受到这个 在一到七级的 正派 正派家族 跟反派家族 其实在这个压力之下 他们在 在这个认识的过程中 其实也交换很多意见 比如说 可能对于 跟马芬 对于波特家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波特 对于马芬家一些 想法 那他们也 他们也有 试图的去 去做很多沟通 然后当然有一些 一些小冲突 这样子 但是 我都觉得蛮好看的 因为其实 他在 他们把这个 魔法式建构 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又重现了 这些东西 真的是让 让我这个 虽然已经只是一个 半魔法粉吧 但是还是觉得 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 enjoy 所以我真的很推荐 这一步 那如果你对于这一步 有任何问题 包括是说 你可能就是买票 会遇到问题 或是你 很想听更多的话 你其实也可以 再视讯我 这样子 我可以跟你讲 更多的东西 但是 因为节目 我还是不喜欢爆雷 这一步真的是 很 真的是很值得 很值得来看 那也希望大家自己 自己来 就是 enjoy一下 来伦敦 就是花个一天 来看一下 这样子 多拍一天吧 为了哈利波特 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 这样 好了 那我们 今天的节目 就在这边 告一个段落 那我们每周都会更新 两到三集以上的内容 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分享出去 并在各大平台 帮我五星留言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支持我们 继续做这一类的节目 那也可以参考 我们的donate 跟订阅方案 我是小杰 我们下集再见咯 拜拜 会不会有人真的觉得 我这集什么东西都没有讲 我有点这样觉得 但是我已经讲了30分钟了 然后好像确实有点哑 所以好像要先灌掉 但这一部真的非常非常推荐 然后 男主角都非常的帅 真的男主角都非常的帅 真的 就是 我有稍微去 就稍微去看他们的Instagram 我觉得不错 确实是不错 至少演那个马粪的 那个叫什么 天蝎马粪 他的气场很像是 那个目光之城男主角 加上Emily in Paris 的那个厨师Gabriel的综合版 但是他讲的是英国讲 对 反正 然后哈利波特也非常的赞 这个外表 竟然最后一段加一个东西 然后 那个阿布斯波特 也很赞 就是 虽然说不是说什么 就是 是猛男 但是你觉得 嗯 青春的肉体 这样子 对 然后当然女生 其实也很不错啦 这样 就是 对 但是好像没有那种 漂亮的年轻女性 哦 有有有 有有 有有 有 有 但是 嗯 好像还好 嗯 就 应该大部分都会 注意这两位 年轻的男性肉体吧 呵呵 好啦 就这样 拜 拜拜